寶玉以為真的跟她娶林妹妹,她心花都開了,除了有時說話還有些傻氣之外,整個人都精神了很多。 那代玉,她聽了傻丫頭說寶二爺要娶寶姑娘,她的病就一日日重了,子娟就在她身邊苦苦勸她,姑娘的生事我都知道的,不過意外的事就不會有的,姑娘你不相信,就拿寶玉來講,她病得那麼緊要,怎麼催得了呢? 姑娘,你不要聽人家亂講,自己安心保重才行。 代玉笑就一笑,不出聲,又咳了幾聲,就吐出很多血來,子娟見她厭厭一息,明知血不行,唯有守住她流眼淚,就日日去稟告賈母三四次。 那頭鴛鴦,她就看到賈母這一段時間,沒有那麼痛代玉,所以就沒有時時去看她。 況且賈母這幾天的心都放在寶玉和寶差那裡,所以不見代玉的聲氣都沒有怎麼提,只是請太醫去調治她就算了。 那本來代玉平時一向有病,上至賈母,直到眾位姊妹和下人,時時都來問候她。 而今天呢,賈母上下人等,都不過來了,連一個來問候的人都沒有。 代玉爭開眼,就只有見子娟一個。 那她的治療都沒有什麼生還的希望,代玉就跟子娟說了。 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然是老太太派你來服侍我這幾年,我當你就是我的親妹妹。 說到這裡,說到這裡,又上戲不接下戲咯。 子娟聽到一陣心酸,早就哭到說不出話咯。 血了半天,代玉又說了。 子娟妹妹,我睡得不舒服,你扶我起床坐下咯。 子娟就說了。 姑娘,你身體不好,起床又要凍親的了。 代玉閉上眼,不出聲。 過了一陣子,她又要起床。 子娟就只好和雪岩扶起她了,就在她兩邊用軟枕塞著,自己就靠在代玉的身邊。 代玉又怎麼坐得穩呢? 她又拼命撐著,就靠雪岩過來問她了。 我的絲本呢? 雪岩就料定是指代玉日前整理過的絲稿。 就拿來遞給代玉。 代玉就押頭,又抬眼看著那個箱。 雪岩就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就站著不動。 代玉就激起到登大對眼,又咳起來吐了一口血。 雪岩就快點拿水來。 代玉就拎了口吐在盒裡。 子娟就拿手帕來替她抹嘴。 代玉就拿了手帕來指著箱。 又起死喘氣說不出說話。 閉上眼了。 子娟就說,姑娘你躺下吧。 代玉又領領頭。 子娟就想她當然想拿手帕了。 叫雪岩開了箱,就拿出一塊白靈手帕來。 代玉看了一眼,劈在一邊。 出力說,有字的。 子娟這樣就明白了。 她是要那塊提了絲的舊手帕。 於是就叫雪岩拿來給代玉。 子娟又對代玉說,姑娘你躺下吧。 何夫有勞臣呢? 等好了再看。 子娟接過手帕, 又不看上頭的絲。 伸出戀愛的手來, 拼命出你絲的手帕。 一抬騰騰, 怎麼絲得難呢? 子娟知道, 她的心是恨寶玉。 子娟又不敢點破, 她只是說, 哎呀, 姑娘你何夫自己有激氣呢? 那代玉咬下頭, 就醃在三袖籠裡, 叫雪岩點燈。 不是,雪岩點燈來了。 代玉看著, 就閉上眼, 坐了一會兒, 喘了一會兒氣, 又說, 龍上火盆了。 子娟以為她冷, 好痛啊。 就說, 哎呀, 姑娘你躺下, 蓋上一件吧, 你不受得那些嘆氣的。 代玉拎了頭, 不是, 雪岩呢, 就只好透好的火盆, 就放在地下的火盆架上。 代玉抹下頭, 意思是叫搬上礦。 雪岩就只好捧上來了, 就出去拿那張火盆礦桌。 後來, 代玉又躲起身, 子娟快點兩手扶著她。 代玉拿著剛才那塊提過自己的手帕, 看著那些火頂頭, 忽然將手帕一砍砍上去。 子娟嚇了一跳, 想搶回, 兩隻手不能動, 扶著她。 雪岩呢, 拿火盆架進來, 怎知那條手帕已經燒著了。 子娟就勸代玉, 姑娘, 你為何這樣呢? 代玉就只當聽不見, 禮手又將那些絲稿拿起來, 望一眼, 又是防範低。 子娟就怕她又要燒, 就快點用個身來頂著代玉, 就空出雙手來去拿絲稿, 怎知代玉早就一手撿起絲稿, 就劈在火盆裡頭。 子娟就顧著頂著代玉, 又不夠手長去拿, 一味個急, 雪岩拿桌子進來, 見到代玉這樣一砍, 又不知是甚麼, 快點去搶, 那些紙來的, 一粒就著了, 那一粒就燒了, 雪岩又不顧要燒手, 在火裡拿起來, 砍到地上亂踩, 都燒得所剩無幾了。 代玉倒閉著眼, 往後一躺, 就差點連子娟都摘著。 子娟叫雪岩過來幫忙, 扶代玉躺下, 心又啪啪跳, 想說叫人, 又很晚了, 想說不叫人嗎? 自己和雪岩幾個丫頭, 又怕一時有甚麼事。 結果呢, 她又提心吊膽地捱了一晚。 翌日早上起床, 見到代玉好像鬆了一點。 吃完飯之後, 她又是又咳又吐血, 急起來了, 子娟看的樣子都不行了, 就連忙叫雪岩他們進來看著, 自己回報賈母。 誰知到了賈母的上房, 靜悠悠的, 只有兩三個老媽媽 和做粗重功夫的丫頭在看屋。 子娟就問了, 老大太呢? 那些人都說不知道啊。 子娟就奇怪了, 就跑去保養屋看了, 亦是沒有人。 問屋裡的丫頭呢? 亦是說不知道? 那子娟就知道八九情了。 她心裡頭想, 唉, 這些人為何這麼狠毒, 這麼冷淡呢? 她想到代玉這幾天了, 連一個人都沒有來問候下, 真是越想越悲傷, 激起她一腔悶氣, 一禮身就出來, 自己想了一想, 哼, 我今天要看她保育怎樣, 看她看我怎樣過得意去。 那年我說了一句謊話而已, 她就急到病起來了, 今天竟然會這樣, 可知天下男人心啊, 真是冷啊, 真是像雪一樣, 令人可恨啊。 那子娟一邊走, 一邊不停想, 早就到了怡紅院了, 只見院門虛染, 裡面又是靜到死的。 那子娟忽然想起了, 寶玉要娶親了, 那當然有身房了。 那不知道她的身房在哪兒呢? 正在陪回尖固, 看見丫頭麥羽飛這麼跑來, 子娟叫著她, 麥羽笑嘻嘻地過來說, 姐姐你在這兒幹什麼? 子娟說, 我聽見寶玉爺娶親, 來看看熱鬧嘛, 誰知又不在, 又不知是何時? 麥羽就細細說了, 喏, 我只是告訴姐姐你知道, 你別告訴雪岩她們, 上頭吩咐, 連你們都不讓她說的, 就在今晚啊, 不是在這兒來啊, 老爺派了蓮二爺, 另外執拾那間屋的了。 哎呀, 姐姐你還有什麼事啊? 子娟說, 沒什麼事了, 你去吧。 麥羽又飛地跑去去了。 子娟就傻了這樣站住啊, 忽然想起, 大浴現在不知道是生是死呢? 她就眼淚汪汪, 咬牙齒齒地說, 好啊, 寶玉, 我看她們死了, 你算避過了不見咯。 至你辦完你的如心如意的事之後, 看你有什麼面子來見我。 子娟一邊哭, 一邊走回去銷箱館。 都還未到, 就看見兩個丫頭仔在門裡裝著裝著出來, 一眼見到子娟, 有一個就叫, 好啊, 那個就是子娟借來咯。 子娟知道糟了, 就快點耍手叫她們不要吵, 急急腳地走進去看。 子娟大浴乾火上炎, 兩拳紅尺。 子娟覺得不妥, 就叫了大浴的雨娘王奶奶來了。 那個王奶奶一看, 就大哭起來了。 子娟看見王奶奶是上了年紀的, 以為還可以做膽的。 誰知道都是個無主義的人, 反而搞到子娟的心七上八落。 她忽然間又想起一個人, 就叫小丫頭快點去請。 原來她想起李玄, 因為李玄是個寡婦, 今天保育取親, 她一定是要回避的。 而且袁中的事, 一向都是李玄料理的。 所以就打發人去請李玄來了。 當時李玄呢, 就正同她兒子賈蘭在改屍, 見到一個丫頭冒冒失失地撞進來, 說大奶奶, 柏林姑娘不行了, 那裡的人都哭了。 李玄嚇了一跳, 都來不及問, 躲起來就走了。 素月、碧雲就跟著她。 李玄一路走, 一路就流眼淚了, 她的心想, 大家姐妹一場, 加上林姑娘的財情容貌, 真是獨一無雙, 竟然小小年紀就這麼早死了。 偏偏鳳姐又想出一條 這樣偷糧換柱之計, 自己又不好過銷箱管理, 未能進下姐妹之情, 真是可憐可歎。 她這頭上著, 這頭已經走到銷箱管門口了, 裡面靜悠悠, 沒有來聲氣。 李玄反而急起來, 難道死了? 哭完? 衣襟也不知穿妥包妥了嗎? 於是她連忙三步兩腳走進屋裡。 裡面門口有個小丫頭看見, 她說:「大奶奶來了。」 子娟馬上走出來了。 李玄問, 怎樣了? 子娟想說, 喉嚨好像塞著, 一隻字也說不出來了, 眼淚好像斷線珍珠般掉下來。 一隻手過去指指代玉。 李玄看見子娟這樣, 更加深酸。 算了, 都不再問了, 連忙走過去看看。 看見代玉已經不能夠說話了。 李玄輕輕喊了她兩聲, 代玉微微睜開眼淚, 好像還有知覺似的。 只是眼皮和嘴唇輕輕有些想動似的。 口內還有一點點氣息, 但一點眼淚都沒有, 一句說話都沒有。 李玄回身不見子娟, 她就問雪眼, 雪眼就說她在外頭。 李玄就連忙出去。 見到子娟, 在外頭那張空床粉鼠, 臉色青黃, 閉上眼淚流眼淚。 那些砌花錶邊的床褲已經濕了一大大。 李玄就快點叫她, 那個子娟才慢慢睜開眼睛起身。 李玄就說了, 傻丫頭, 現在什麼時候了, 顧著自己哭。 林姑娘的衣服屁股, 還不拿出來幫她換了? 等到什麼時候呀? 難道她一個女孩子之間, 你要她赤身露體回去嗎? 。 子娟聽了這句話, 更加忍不住痛哭起來了。 李玄也一面哭一面急, 她抹著眼淚, 拍下子娟的肩膀又說, 好子娟, 哎呀, 你哭到我心都亂了, 快點執受她的東西, 此陣就不得了了。 這陣子, 外面有個人方方張張地走進來, 嚇了李玄一跳, 看一看, 原來是平兒, 她進來看見這樣的樣子, 傻了, 一定在那裡。 李玄就說, 這陣子, 你不在那邊, 你過來做什麼呀? 說說說, 林芝孝的女人也進來, 平兒就說, 我們奶奶不放心呀, 叫來看看呀, 既然大奶奶你在那裡, 我們奶奶就顧著那頭的了。 李玄就說了, 平兒就說, 我都要見一下林姑娘。 說完一邊走進去, 那些眼淚就早就爸爸流出來了。 這陣子, 又跟林芝孝的女人說, 你來得對啦, 快點去看看, 告訴管事的聽譽, 預備林姑娘的後事, 妥了, 就叫她來告訴我, 不用去那邊了。 那林芝孝的女人認了, 她還站在樹不走呀, 李玄就說, 你還有什麼話呀? 林芝孝的女人就說, 剛才二奶奶還跟老太太商量過, 那邊呢, 就說要用子娟姑娘洗一下。 李玄還沒開口呀, 子娟就說, 林芝孝, 你請先, 等人死了, 我們自然會出去的, 不用這樣。 說到這裡, 就不要說了。 她就改口說, 放下我們在這裡看著病人, 身上又不乾淨, 林姑娘還有氣, 不時要叫我們。 李玄在旁邊就解釋說, 林姑娘和那些丫頭, 真是前世有緣的。 雪眼是她在南邊帶來的, 她的反圍不是怎麼管。 我看她和子娟兩個, 一時都離不開。 林芝孝的女人開頭聽子娟那些說話, 就覺得忍心忍肺不自在。 被李玄這樣說, 又沒得好說了。 我看子娟哭得好像女人一樣。 她只好眼尾會蓋着子娟, 給臉咪咪咪咪咪咪笑笑笑。 哎呀, 子娟姑娘這些說話, 我並不怕聽的。 她這樣說, 我怎麼去回老太太? 她還哪樣去回老太太? 放下這些說話, 可以告訴二奶奶他們嗎? 那在說的時候,平兒就抹著眼淚出來說, 說什麼給二奶奶聽啊? 林之孝的女人就把剛才的說話再說一次。 平兒低頭想了一下就說, 這樣就叫小眼姑娘去吧。 李元就說,她可以嗎? 平兒就走到李元的耳邊說了幾句, 李元就說了, 哦,那就叫小眼過去一樣。 林之孝的女人就問平兒, 小眼姑娘可以嗎? 平兒就說, 可以,一樣而已。 哦,那姑娘快點叫小眼姑娘跟我過去吧。 我先去告訴老太太和二奶奶, 是大奶奶和姑娘你的主意, 等下姑娘再跟二奶奶說一下。 李元就說, 是啊,你這麼大年紀, 連這些事情都不敢擔戴。 林之孝的女人就說, 哎呀,不是說不敢擔戴。 這件事是老太太和二奶奶扮的嘛, 我們都不太清楚的。 現在還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嘛。 那說著, 平兒已經叫了雪眼出來了。 雪眼這幾天, 人家嫌她小時候不懂事, 所以她心都冷了。 況且現在又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的, 她就不敢不去。 快點梳好頭, 換個新鮮的衣服, 跟著林之孝的女人去了。 這頭李元又吩咐平兒, 崔林之孝的女人叫她的男人快點預備代玉的後事。 到了晚上, 代玉又好像好一點。 她微微睜開眼, 好像想要湯要水一樣。 這時候雪眼去了, 只有子娟和李元在身邊。 子娟捧著一盅桂圓湯和梨汁, 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給代玉喝。 代玉喝完, 靜養一陣, 覺得心裡頭似明似暗。 李元見到代玉, 好像好了一點。 明知她是回光返照。 只想著, 還等一天半天。 她就回到杜香村料理一下自己的事。 這頭代玉睜開眼, 見到只有子娟和雨娘, 和幾個小丫頭在身邊。 她就拿著子娟的手說, 我不中庸了。 你服侍了我幾年, 只望說我們兩個以後都在一起。 誰知我…… 說說說, 又是喘了一陣氣, 閉上眼睛在那裡休息。 子娟見她抓緊自己, 雙手不肯鬆, 她也不敢動身。 她見代玉好像好了一點, 就以為可以康復了。 自家聽見代玉這樣說, 又寒了半個。 過了很久, 代玉又說, 妹妹, 我在這裡沒有親人。 我的身是乾淨的。 你怎麼都要叫她們送我回去。 說完, 又閉上眼睛不出聲。 雙手就漸漸插緊, 喜小喘氣, 一味就出氣大, 就入氣小, 好辛苦。 子娟快點叫人去請你圓, 那就好探春來了。 子娟見到她, 快點說, 三姑娘, 快點看林姑娘。 說著淚如雨下, 探春過去摸摸代玉的手, 已經涼了, 連目光都散了。 探春和子娟哭著, 叫人拿水來和代玉抹洗。 李縣就急急忙忙回來, 三個人見面, 都來不及說話, 顧著快點和代玉抹。 剛剛抹著, 突然聽到代玉出聲, 叫了她, 寶玉, 寶玉, 你好。 說到好字, 她就整身飄冷汗, 不出聲了。 子娟快點扶著她, 代玉那些汗, 越出越多, 漸漸, 就整個人都冷了。 子娟他們, 放聲痛哭。 李縣和探春想到代玉拼一可同, 今天更可憐, 亦傷心痛哭。 因為蕭昌館來的身房很遠, 所以那邊就沒有聽見。 這裏大家痛哭一會兒, 就聽見遠遠有一陣音樂聲, 側耳聽下, 又沒有了。 探春鯉魚, 走出院外再聽下, 就只有燭梢搖曳, 月影二場, 多麼淒涼, 多麼淒涼。 第二天, 鳳姐知道了代玉的死訊, 她見賈母王夫人正在亡亂, 若有將代玉的空訊告訴他們, 誰知, 就怕賈母和王夫人仇虎交加, 會急出病理。 鳳姐只好親自入園, 到了燒雙館, 亦不免哭了一場。 她見到李縣和探春, 知道各事齊備了, 她就說, 好啊, 還是你們倆可憐代玉一點。 這樣吧, 我還要去那邊招呼那個冤家, 這件事很累積啊, 今天又不能回稟, 只不能回稟又不行, 如果回稟了, 又怕老太太受不住。 李縣就說, 那你見機行事吧, 回得才回啊。 鳳姐也咬下頭, 急急腳就走了去了。